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王小松的视频 这个视频啊 还有下一视频 要再讲讲这个事件的这个热点问题 首先这个视频呢 讲一下孟加拉国 还是讲一下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啊 军方啊 抬出了一个单人就是过渡政府的这个头 这个头呢 很有意思啊 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经济学家 叫尤努斯吧 但是呢 他获得的不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 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他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他主要是在孟加拉国啊 搞这个穷人小额贷款 这个不是一个学术上的成就 但他是一个慈善事业 很重要的一个慈善事业 穷人小额贷款啊 大家一听就知道啊 怎么回事 所以呢 他呢是以做这个穷人小额贷款啊 就是慈善事业 他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现在军方把他抬出来呢 这个呢 无非就是说呢 想取得这个民众的好感 就是说这个 自己直接出来掌权的话 恐怕这个民众啊 未必能够接受 把他给抬出来 但是呢 话说回来了 他能不能掌权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权力 这是要画成一个大大的文号呢 他跟哈希纳是不一样 就是这被赶加台的孟加拉国这个女总理 那都不一样 哈希纳是这个孟加拉国那个国父 齐里斯马氏的这个国父的这个 拉赫曼的这个女儿 她是能够掌握权的 而且哈希纳的这个政治生涯也是 极其极落 也进过监狱 是个女强人 真正能够掌握权的 说我直言 我对这个尤努斯啊 能够真正掌握权力啊 我是非常怀疑态度 我觉得就说他只为军方啊 拿出来啊 就是跟这个啊 民众啊 算是一种和解吧 算讨好向民众 是这么个事 这个视频呢 不多讲了 以后视频呢 都会往短了做 因为这个现在啊 这个平台啊 不太实时长视频 做的越短越好 好多人说啊 就是这个都是啊 应该做一分钟 但是我这个视频 肯定超过了一分钟 觉得一分钟 确实挺难讲听这件事 不好意思 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